我们这边是阿赖耶的法相神 有生有灭 生灭的频率都快了 快到我们无法想象 绝对不是一个人 从生一出世生下来到老死 不是 叫刹那生命 我们想一想 细先来观察 这一秒钟 过去了 还能回来吗 回不来了 没有了 老的电视 老的电影 我这里有电影的教学 这我不能见下来的 这电影的底片 在放映机里头 一秒钟 它开关多少次 它开 这个画面照在荧幕上 关起来 再换一张 一秒钟 二十四张 换一句话说 这一个画面在荧幕上的时间 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就被它欺骗了 我们就被它欺骗了 好像是真谛一样 现在我们看的电视 已经进步到数码了 不用这些东西 这是过时的了 现在疫苗中 要用这个 换灯片来说的 多少张 一百张 所以我们看到电视画面 非常稳定 用这个东西的电影 二十四分之一秒 还看到它的闪动 电视看不到了 电视的速度到一秒钟 一百张 早年的黑白的电视 五十张 现在这个彩色的是一百张 你看不出来 那我们是记现在的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也能看到的 耳能听到的 这些万丝万物 包括太空当中 这些星球 它们的频率多高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那佛经上有啊 摄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 心有所念 几念几相 弥勒菩萨 佛问这句话 我问弥勒菩萨 我们凡夫 心里头起个念头 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 有几相 有几实 相就是物质现象 实就是受相形式 弥勒菩萨 后起来我们叫无韵 我们感觉的 整个念头 这里头有几念 几相 几实也 弥勒菩萨回答 一坛值 这一坛值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 一百个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 现在这电视 一秒钟 才一百次生命 一百次 弥勒菩萨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次的生命 我们完全不知道 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呢 有人告诉我 弹七次 三百二十兆乘七 两千 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这是 我们 宇宙的真相 佛家讲 驻法十相 般若精上常说的 驻法十相 从哪来的 是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波动 产生的幻想 这叫 不法十相 整个宇宙一切万法 真相 能不能得到呢 不可得 感觉都没有 我们身体 外面所有的境界 都是在这个高频率 波动之下的幻想 所以 静刚竟然说 凡所有想 皆是虚妄 一切以为法如梦幻 泡眼 可别当真 当真就错了 你就迷了 为什么放不下 把他当真 真正放下 得大自在了 他们比博士说得好 他古人讲的 他举的意思是古人讲的 最理想的 国家领导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大哲学家 一定会做得非常圆满的 下头又一句话说 真正是大哲学家 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佛教 说他是宗教可以 说他是哲学也可以 这个佛教 这个佛教 帝王位不干了 这欧洲这些哲学家提出 说出这句话 世家文明 那他才不干这个过往了 他干什么 教训 一身教训 我的老师 大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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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教书 从学校 从学校毕业 拿到学位之后 一辈子教书 这些哲学家 为什么 标发了 做榜样给大家看了 最幸福的 方向的场数 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什么 这是真的 不是下的 阿 尼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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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